用我強壯的鼻彎 很累 叔叔不行了 我可以用一張紙巾嗎? Hello 大家好 我是鄧志堅 我是公知A Crystal 我是Yin-Yin Yin-Yin Crystal 今天我們來試吃東西 知道我們今天試什麼嗎? XO醬 這款不是普通的XO醬 這款是吃好一點極品 XXO醬 除了這款吃好一點的極品XXO醬之外 我們還有四款XO醬 跟它一起比拼一下 為什麼選擇另外的四款呢? 因為另外的四款 無論它們的尺寸、成分 跟我們這款吃好一點極品XXO醬 是非常相似的 但你知不知道它們的產地是來自哪裡? 除了這一罐在台灣之外 其他四罐都是香港和中國製造的 哦 來自台灣的 是特別一點 5號你會給它多少分呢? 剛剛看到它的成分也有鮑魚精華 其他都沒有的 我自己也挺喜歡鮑魚的味道 4號這款 我覺得看起來好像有很多油 動的時候有很多油 3號 我覺得有點殘忍 你說吧 有很多什麼質 我覺得它好像營養不太好 來到這個2號 相比5號 又好像沒那麼足料 油也多了一點 好了來到 吃好一點的極品XXO醬 其實它比其他包裝都挺金色 我覺得挺搶的 它的外形我會覺得比較強 它相對於另外那四款 就少一點油 醬是最重要的 有很多瑤柱 你看到嗎 很香 我真的聞到很大的瑤柱味 不是啊 我不用那麼近已經聞到了 很多瑤柱 是很香 很大的海鮮味 第二隻 已經看到很油 我已經看到了 我已經是油膩 它的顏色就是 明顯是很鮮紅 它有色素在裡面 可能是因為這樣 所以它這麼紅 聞不到有味 你會聞 對不起 這個才是 好 第三隻 這個看到比較多油 你看一下 比我的麵油多 大家看看 真的會看到 瑤柱小粒一點 碎一點 辣椒就反而很清楚看到 我燒到這麼滑 都完全聞不到 有瑤柱和蝦的味 好 四號 就這樣 很少的瑤柱味 來看看 這個瑤柱就看起來 看起來比較大 聞一下 很重的蝦乾味 好 那五號 讓我來吧 用強壯的鼻彎 我整個手已經油了 很油 我可以用一張紙巾嗎 我覺得比起二、三、四都香 可能因為我坐在一號前面 所以你看很大的鼻子 對 都真的沒有一號 一打開的香味那麼濃 看看那些材料 都有瑤柱的 有 比較幼細一點 首先試試我們的主角 事不宜遲 一起來 一、二、三 突然有一股海鮮味湧出來 我吃到很大的瑤柱 第一口咬下去的感覺很煙 你真的可以吃到瑤柱用蝦乾的質感 以示我們是一個專業的試吃家 我們會先朗朗口喝一口水 好 我們試試第二隻Exposure 好 好油 這個它有瑤柱味 好像鹹了一點 我好像吃到它有金華火腿的味道 是 中華火腿 中華火腿 但這個很鹹 這個比較鹹 好 我們試試第三隻 來 準備一、二、三 Cheek 不 要先朗口 我們很專業的 這個好可愛 甜 這個有點甜 為什麼它會有這麼甜味 它有糖 你說得對 它另外加了紅糖 是比較甜的 好 試試試好了 很大顆 真的要給你咬的 有聲音 它很難咬 哇 但這個也是很鹹 這個是四隻暫時最鹹的 是 哇 真的很鹹 這次真的要喝水 好 我們試試五毫 這個味道 我覺得它沒什麼鮮味 但它也有一種香口 相對來說 我覺得五毫和一毫 吃下去反而是多一點海鮮的味道 好 今天這個XO醬大比拼 有結果了 先補一下 好 首先這隻五毫 味道比較淡 清淡一點 這個四毫 整體很鹹 還有很硬 要咬開的 好了 三號 很甜 但不是太重海鮮味 來到第二隻XO醬 辣油比較油 但它就正在平均 每樣的味道都有 不會太甜 也不會太鹹 來到第一隻 味道比較香 也是最平均的 吃下去 我已經覺得可以整張就這樣拍 是的 馬上用我們這個 吃好一點極品XXO醬上菜 平時你們吃XO醬會點甚麼 我只去酒樓就一定要點這個XO醬蘿蔔糕 我很喜歡用燒米和白飯來吃XO醬 今天看到我眼前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大家會選哪一隻配搭我們這隻XO醬 你試蘿蔔糕 我試香乾 我先試香乾 我剛剛的那一口 是浸滿了蝦乾、瑤柱的蘿蔔糕 為了蘿蔔糕增添了不少的咬口 因為白飯是熱的 那跟XO醬混在一起 有點像瑤柱焗飯 其實是可以配搭的 真的嗎 導演英明 只能配搭的 你試一下這個 餅乾配搭這個XO醬原來是不錯的 今天這個XO醬的大比拼 我們就非常成功了 也吃了很多好東西 但是最重要就是要告訴大家 這隻吃好一點極品XXO醬 是BigBig Shop獨家的 我不會跟你說我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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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